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长春火车站附近 12台黑车被查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日起 中国织网向个人用户直接提供查承服务 又上淘宝找 然后又上咸鱼找 最后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查出来也是不合格的 但有这种个人查承的服务也方便对我写物的东西进行及时的修改 也会提高大家学习的效率 不需要像以前一样找老师找导员了 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是6月15号 是全国的第十个全国低碳日 今年低碳日的主题是落实双碳行动 共建美丽家园 而且从6月13号起全国节能周宣传活动就已经拉开了帷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 节水 节电 节约能源 做到绿色低碳节能先行 今天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长春水头集团东南污水处理厂 带大家感受一下污水处理的全国程 近日由省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 2022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节能先行 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项活动 提升公众节能意识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记者所谓为的是长春水头集团东南污水处理厂 跟随记者的脚步来看一看长春市的污水废水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位于长春市一通河与南绕城高速公路交汇的长春东南污水处理厂 隶属于长春水头集团排水公司主要负责长春市静越开发区 以及南部新城部分区域的污水处理工作 服务面积为60平方公里 服务人口30万 在一楼的污水处理科普教育馆 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了污水处理的过程 在污水处理的过程中 要经过混合 蓄凝 沉淀 过滤等工艺 在一楼的化验室里 科研人员通过对各种污水样本的采集 化验污水中的各种成分 生成详细的数据报告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细致 通过这些化验数据 可以对污水总体成分和有害物质进行分析 为污水处理生产工艺调整提供依据 在二楼的中控室中 工作人员正在对全厂的生产工艺进行调整 中控室主要负责的是 全厂的生产工艺调整 以及生产工艺调度 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我们的二七二神池的画面 画面上所显示的所有绿色的设备 都是在正常运行当中 它所有的生产数据的指标 在我们中控室都可以采集到 可以实时地观察 然后及时地调整生产数据 深度处理车间 是咱们污水处理厂的最后一道工具 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去除水中的微小颗粒 而达到达标排放 最后咱们通过达标排放直接排到了一桶河 水是生产之源 缠缠流水源自江河湖泊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便利 同时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又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无论是源头取水 还是便废污水为生态水 归还给江河湖泊 都是践行低碳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里也呼吁常渊市民加强节水意识 水是生命之源 在全国节能学生中到来之际 呼吁市民做到绿色低碳 节能先行 每个人从我做起 守望都市 王禄 鹏飞报道 低碳生活体现在出行方面 那就是少开私家车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而走路骑自行车 则是更加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如今很多城市都有各种 共享单车的进驻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着单车出行 不仅低碳环保 而且有益健康 那么长春市的共享单车 使用情况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也实地进行了了解 开锁成功 南湖公园一通合火车站区域 禁止骑行 请规范骑行 共享单车是我们走向低碳生活的 重要途径之一 经测算 一辆共享单车在生产 运输 报废处理 全生命周期中 大约产生76千克二氧化碳排放 然而在使用寿命内 平均骑行距离超过4000公里 估算可减少碳排放约105千克 在公园单车确实很方便 介绍也方便 活业方便 刚才骑了20分钟 花了一块五 刚参加完高考 和同学一起出来商量一下 报纸院的事情 一起骑共享单车 散热心 溜达溜达 我感觉共享单车这个东西 确实能够更好的低碳环保 也能够方便我们每个人出行 完了也能起到一个 强身健体的一个作用 同时我们也在长春市 城市管理局了解到 目前长春市共有 4万余辆共享单车 8万余个共享单车停车驳位 为整个交通运输部门 综合碳排放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目前共计投放了 2万1千辆车 然后通过5月6月的 一个数据显示 使用的用户 以及说车辆使用的频次 逐渐增加 三公里以内的出行 需求是非常大的 在政府的指导下 我们增加了一个投放量 针对车品来说 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一个 骑好车 好骑车 车好骑三个维度 来提升咱们整体 一个运营的一个环境 如今的低碳理念 可以说是慢慢地 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健康和魂饱 也开始选择低碳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代表着 更健康 更自然 更安全的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 低成本 低代价的生活方式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低碳日 对于低碳生活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随着大家自然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那近些年来呢 我们身边的环境 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那今天是第十个全国低碳日 对于低碳 大家都是如何做的呢 打印机不用了 就随时关了 下班的时候电脑随时做到关闭 就洗手的时候 你及时关闭水中头 就不要在你洗的时候 那个水还在那白白地流 打印机张啥的 送边使用 接什么 出门绿色出行嘛 做公交 做地铁 也经常扫开车 去餐馆吃饭吧 可能就是一次性的打包盒 一次性的筷子 尽量少用一些吧 以前小学的时候 经常看到操场上 有杀神爆灰什么的 现在的话 感觉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不是说 健康是最重要的吗 然后我们平时的话 多绿色出行 既对自己健康有利 又保护环境 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尾气这个东西 污染性也很大 大家还是要注重环保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还是他人的健康 根据研究显示 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 占总量的53% 在低碳的道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 少用一张纸 少开一天车 少用一个塑料袋 随手关闭电源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举手之劳 看似微小 却都在减少着碳排放 希望大家都能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从自我做起的 环境好了 大家都舒服 不一定非要在这种低碳日 实行低碳出行 就是在生活中 尽量在各个方面或每一天 都能做到低碳 近年来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 践行绿色低碳行动 无论是生产方式 还是生活方式 都在悄然发生着 绿色的变化 很多相关的企业 都为了促进低碳 绿色循环发展 注重生态保护 实现了社会发展 和企业效益的供应 在紧邻黄河流域的 河南省三门峡市 当地发电企业 依托智慧电厂建设 智慧水物板块应用 等创新手段 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上 深挖潜能 通过持续提升 中水利用率 大幅降低了黄河流域 优质地表水使用量 促进了低碳绿色 循环发展 实现了生态保护 社会发展 和企业效益的供应 现在我们这个火电厂 都已经用上了再生水 中水已经成为 我们这个主力的水源 随着长江航运的发展 长江卢州段 船舶流量快速增长 为实现节能减排 控制港口大气污染 四川省卢州市海市部门 通过对船舶污染物排放 管系 进行了全面电子前锋 督促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 含油污水 以及生活垃圾 采取船上储存 转岸交付等方式 实现了船舶污染物零排放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 两条出行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说说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 南沿工程的进展情况 近日吉林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发布了工程批复公示 目前一号线南沿工程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已经获得了吉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 我是记者英杰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春轨道交通一号线 解放大陆站 近日吉林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发布了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 南沿工程批复公示 据了解长春轨道一号线 南沿工程 工期为2021年10月1日 到2026年的9月30日 那么工程的起点呢 为红嘴子站南端 途经义和村北站 义和村站 义和村南站 咏春北站 咏春站 指于咏春南站 线路全长8000米 共设置6座车站 那么全部为地下站 平均站间距呢 为1.29千米 工程总投资54亿元 将沿人民大街南延长县辐射 这里是首昂都市记者 英杰彭飞在人民大街 为您发回的报道 接下来是战道施工信息 昨天长春交警发布了 新一期战道施工信息 四通路和东新路下桥口 将半封闭和封闭施工 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 可以根据下面的提示 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 以免耽误出行 6月14日 长春交警发布了 新一期的战道施工信息 四通路和新东路下桥口 半封闭和封闭施工 那么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四通路和东升大街交汇 这里呢 从昨晚10点开始 就进入到了半封闭施工状态 因四通路地下情况复杂 同时为确保工厂安全 顺利施工 限定于6月14日晚10点 封闭四通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 四通路西向东 东盛大街南向东无法通行 流出四通路东向西一排车道 可执行左转 预计6月17日早6点前 全部打开 因东新路下桥口情况复杂 平日车流量较大 限定于6月17日晚10点 封闭东部快速路 东盛大街东新路 北向南下桥闸道口 预计于6月20日早5点打开 在这提醒广大市民 出行前请务必规划好时间和路线 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通行 如果必须途经施工路段 请您服从交警的指挥 有序通行 首昂都市报道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事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格里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中雨 16-25 4号乘用车提醒您 辽原堆15-24度 老泥叫提醒您 白山小雨13-23度 吉林省畜牧业学校提醒您 延级多云转小雨12-25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小雨9-22度 梦之兰梦六家提醒您 长春多云转中雨16-25度 更好的时代 指得更好的你 梦之兰梦六家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美好城市 梅河新区 欢迎您 梅河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国内汽柴油价格再上涨 95号汽油 进入石云时代 人家也没快 那就正常 涨价 对我来讲 我这个小排量的 没什么大问题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开展水域救援演变 主要是针对 现在装备器材的配备 到我们救援人员 能够熟练操作 目前对战转配备的贴装备 长春火车站附近12台黑车被插扣 你这车没有运营救援 没有 这男人在哪儿拉呢 四区啊 嗯 鞋带管制刀具进站 涉事男子被拘留 他这么长个大刀干啥呢 你说 把隔飞里放啊 他就是装满了 一家四口近山失联 民警搜山救援 承听话 承听话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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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期 中国织网向个人用户 直接提供查诚服务 又上淘宝照 然后又上咸鱼照 最后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查出来也是不合格的 但有这种个人查诚的服务 也方便对我写过东西 进行及时的修改 也会提高大家学习的效率 不需要像以前一样 赵老师赵道员了 文诊时长一刻钟 祝愿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 一换互信的 国闻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为了激发区域内 汽车消费潜能 点燃消费热情 即日起呢 长春市七开区和 静越高新区呢 将分别发放 五百万元的汽车消费券 有车 有购车印象的朋友 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那么为了汇集广大消费者呢 长春市京开区 长春市静越高新区 将分别发放 五百万元购车补贴 购买五万元 及以上乘用车的 个人消费者呢 在完成交管部门 所办理的 落集手续之后呢 即可到相应的区域 去申请购车补贴 据了解 按购车发票金额 补贴分为三档 每档补贴不同金额消费券 消费券可在名单内的 线上商场 超市 汽车零售企业 购买百货 汽车内饰 汽车保养等产品使用 具体标准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 该消费券可以与 长春市汽车消费补贴 叠加使用 消费者到本次活动 名单内汽车销售企业 选购汽车 购车并办理完全部手续之后 登陆云闪付首页 或者搜索云闪付小程序 长春购车补贴 约会静月消费补贴活动 按要求上传相关资料 完成申请即可 除此之外 审核通过的消费者 可以在30天内 前往静月潭景区 用0.01元 兑换静月潭年卡一张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个人消费者的身份证 购车发票 车辆行驶证等资料 必须为同一人 消费券使用规则 约定条款等内容 您可以登陆云闪付APP平台 查阅浏览 首网都市赵新名利报道 今天零时起 国内汽茶油价格在此上涨 其中92号汽油 每升上调了0.32元 95号汽油 每升上调了0.34元 上调政策落实之后 消费者出行成本 将会小幅的增加 记者所谓的位置是 中国石油东岭加油站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自2022年6月15日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将有所上涨 本次上调是年内第十次油价上涨 本次上调后 92号汽油将达到9.29元每升 95号汽油将达到10.02元每升 98号汽油将达到10.92元每升 14日的调价涨幅在0.31元到0.37元 车主加满一箱油需要多花费大约12到15元 这时近期这油价涨太快了 比以前这个要多花不少油钱 油价也没办法 那就正常 涨价 对我来讲我这个小排量的没什么大问题 多个几十块钱无所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官方网站发布讯息 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 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 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同时要求各地相关部门 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守望都市 网络彭飞报道 为了强化消防救援人员的实战救援能力 提升石操各类救援设备的技术 从6月12号开始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在喀伦湖开展了为期五天的水域救援演练 演练设计多个水上救援科目 我们到现场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cause i feel like taking off find a place with a few the pain is never gonna stop if it's controlling you i know they're talking you 要拉动十个队战 上午队战下午队战 将近三百余人吧 每天进行一些这样的 救援技术的一次交通培训 这次培训呢 然后设置了十二项 检验和实战救援需要的车目 主要是针对现在装备器材的配备 到我们救援人员能够熟练操作 目前对战所配备的切装备 据悉 此次水域救援演练 模拟的是喀伦湖水位暴涨 人员遇险 消防人员利用各类水域救援设备 进行抢险救援 计划历史五天的时间 做到全员参训 确保讯期水域安全 守王都市 王磊海军报道 今天长春市朝阳区委为快递物流 外卖配送 网约出行 电商直播等新就业群体 打造的25个党群服务站在云上揭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朝阳区 虎光社区附近 那么今天在这里 春城一家朝阳25度党群服务站 也将正式揭牌 投入使用之后 也将为我们的新业态人群 比如外卖员快递小哥提供方便 25度是人体最舒适的温度 也遇着朝阳区委 要给咱们新业态群体 新就业群体提供最舒适的 这样的一种服务 20就是指五大类 20项服务 那么5就是五分钟速打 也就是说在朝阳区的 37.8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 我们一共建成了25个党群服务站 确保咱们的小哥用齐行的速度 五分钟之内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站点 据了解 该服务站的使用面积为15平米 主要是为新就业群体提供避暑 歇脚充电 阅读学习服务 室内还提供了休息座椅 饮水机 充电宝 针线包 暖手包 急救包 体重称等物品 我们这个网线车司机的群体流动性导致它是全室内的这样的 是能够覆盖到我们大多数的网线车司机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如果司机有需要或者是能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话 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家的感觉 首网路士赵新名利报道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吉林省公务员局决定重新启动2022年吉林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比试 那么具体的考试信息和要求 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2022雪季冰雪消费券延期使用的通告 已将2021-2022雪季因疫情影响未使用的冰雪消费券 在新雪季同期延续使用一个月 广大消费者保存好未使用的冰雪消费券 出行前提前联系警区沟通好使用事宜 6月14号0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6例 其中通化是4例白山市2例 6月14号0至24时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例 在长春市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4例 其中延宾州2例白山市2例指望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中国织网发布公告将从即日起向个人用户直接提供查虫服务 并同时发布了个人查虫服务常见问题的解读 近日织网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中国织网向个人提供查虫服务的公告 内容显示即日起中国织网向个人用户直接提供查虫服务 此项公告一经发布也引发了学生们的广泛关注 许多学生也表示此项服务直接方便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论文写作和修改 我今年是刚毕业 然后在查虫这方面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当时也不是很明白到底怎么查的 又上淘宝照 然后又上咸鱼照 最后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查出来也是不可格的 新出的这个织网个人查虫服务肯定会方便大家的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就需要发布很多论文的 出现重复也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事 虽然有这种个人查虫的服务也方便对我写过的东西进行及时的修改 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了对大家来说 也会提高大家学习的效率 不需要像以前一样招老师招导员了 与此同时 知网还发布了个人查虫服务常见问题的解读文章 针对大家关注的此次开放人群是否包含研究生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表示 鉴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的特殊性及各学校学科差异 办学水平管理政策不同 知网继续通过研究生培养管理机构 向研究生提供学位论文免费查虫服务 免费次数由原来的人均1.5次增加到人均3次 对于收费问题官方表示 个人版定价参照市场通行的按字符收费的方式 定为1.5元每签字 不高于市场主流同类产品价格 特别强调所有个人用户均可登陆中国之网个人查虫服务 官方网站实用文献查虫服务 首王都市孙翘宇峰报道 清鞋搬尾片 果样清红鞋 血好洗脑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长春火车站附近12台黑车被查扣 你这车有没有运营区吗 没有 这男人在哪儿拉的 四区啊 嗯 鞋带管制刀具近站 涉事男子被拘留 这么长个大刀我干啥呢 你说 可非你放啊 我这就放完 一家四口近山失联 民警搜山救援 能听过吗 能不能听过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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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园区法院 法派一批住宅车辆 本次618这些派片 都是因为被执行人无法履行 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所以说本院在对他们的名下的财产 进行了查封并扣牙 大家在拍卖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网上的拍卖公告 及拍卖注意事项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恢复开馆 需要通过支付宝 首页搜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免费预约参观 他们有一个这么大的恐龙 我姑娘掌握了很多知识 恐龙啦 各种野生动物啦 还有各种花草啦 蝴蝶啦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接压金 本来没由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为了规范 长春市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近期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 开展了一系列的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长春站 长春西站区域的非法营运行为 并且连去查扣了12台 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 今天呢是6月15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啊 是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的七大队 那么从6月6号到6月12号 这里的执法人员啊 在长春站长春西站周边区域 共计是查扣了12台 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 其中涉嫌未取得 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车辆 四台 涉嫌未取得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 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车辆 八台 今天你拉人从哪儿到哪儿 长春到哪儿 多钱每位 两有五十 你这车有没有营运许可 没有 这俩人在哪儿拉的 双羊 四驱鸭 嗯 这俩人都是到长春站北站的 对 咋联系一下这俩人 是朋友给的 我给他打的电话 正常都是 算来长春都十二十元 朋友给 就告他们二十 二十一个元 执法人员也介绍呢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车辆 目前均已经被依法进行三扣 那么接下来啊 执法人员也将依据吉林省 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 以及交通运输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对这些车辆处以一至三万元的行政处罚 历见行动开始以来 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加大 速租汽车行业监管力度 累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95台 其中非法营运网约车39台 守望都市 长汉广微报道 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但是携带违禁品进站 车厢内吸烟等不安全不文明的行为 还是时有发生 前几天一名男子在长春站乘车时 竟然将一把刀刃长15厘米的卡黄刀 放在包中企图蒙混过关 那能不被发现吗 6月10日18点30分左右 长春站南安检处的直级园 在安检过程中发现一名旅客 随身跨兜内有一把刀具 一四围管制刀具 随即将其带到了长春车站 排出所值班室 拿这么长大刀干啥呢 你我 没事 他没事 生意多了 生意多了 把隔黑里放的 那就是刚买的 刚买的 那哪买的呀 替包吗 对 多少元 三千块钱 经查这名人员所携带的卡黄刀 黑色刃长15厘米 有自所装置 公安顾门检查 认定这把刀为管制道具 经调查 该旅客为王某某 因为喜欢这把刀 明知不应将其带到公共场所 但是为了能够带回吉林家中 所以铤而走险 试图蒙混过关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长春铁路警方 现给予王某某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并收缴其携带的卡黄刀具 提醒广大旅客 切勿携带枪支弹药 管制刀具及 毅然一包物品进入实战 以免对您的行程造成影响 守望都市 加入雨风报道 近日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 轻松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 说一名患有海尔默茨 是综合症的男子 已经离家两天了 家人都非常着急 接警之后 民警立即出警寻找 最终在距离天桥岭50公里外的 大兴沟林业局 找到了走失的男子 6月5号上午8点多 天桥岭镇居民孙某 来到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 轻松派出所报案称 其平时与老母亲同住的弟弟 自6月3号离家后一直未归 弟弟平日里有拾荒的习惯 近两日天桥岭连续降雨 气温较低 且弟弟还患有海尔默茨式综合症 家人十分担心其安危 了解具体情况后 民警立即缤纷三路开展搜寻 见过见过这个人 10点40分 民警接到群众反映 孙某曾于6月4号中午 出现在汪青春河收费站附近 经分析研判 孙某应是在石荒途中发病 无意是离开了天桥岭地区 随后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 开展地毯式搜寻等方式 最终于当天下午5点40分 在大兴沟里夜局一处石荒店 找到了孙某 上哪儿去了 上那个镇头照相吧 不是照相 你这家里人 你给我找你找一天了 你上哪儿去了 拿着去 那去知识拿你知道吗 这都是朝阳这个是 这个现在是大兴沟 上门上门 走吧走吧 回家吧 首网都市同飞 通讯员 严长才 成长起报道 俗话说 靠山吃山 眼下正是山野菜生长的季节 好多人都愿意吃 那就得采 近日 府从县万良镇一家四口 就到府南林场里头去采野菜 不料在林地里迷路了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在街道求助电话之后 也是立即徒步穿越森林 展开搜救 6月9号下午3点58分 吉林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东港边境派出所 接到一家四口报警称 他们在府南林场的林地里 采摘山菜时迷失了方向 请求帮助 接警后 民警立即驱车前往事发地点 你这样是你拿的定位 你这样慢慢往前走 你往前走看离得近不近 要离得近 那就是这个方向 因车辆无法在林区前行 向附近居民打听方向后 民警便徒步背负应急装备 和食品穿越森林 通过大声呼喊 不断校正寻找方位 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民警在一个沟壑附近 受到了回音 随即涉水前往对岸救援 稍等一会我过去看着你们再说啊 你慢点 这人弱麻道了 手里别空啊 你得抓住知道 这边是 这边是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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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派出所的民警在巡逻时 发现了一名女子行为异常 经过询问 民警了解到这名女子家在外地 于是给她购买了火车票 帮她回家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今年6月初 当时长城市公安局 才与大街派出所民警正在巡逻 偶然间发现了一名女子 精神恍惚 行为异常 于是民警立即上前进行询问 了解到这名女子并不是本地人 她家是湖南省磊阳市 根据我们民警询问她 是怎么到场城不怕提供 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的方式 什么时候来的她也记不清了 民警第一时间将这名女子 带回了派出所 并为她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 待女子吃完饭 情绪稳定后 民警得知了她家人的练习方式 她说家里有一位丈夫 然后根据她提供的电话 我们就联系上了她丈夫 但是她的丈夫呢 表示该女子有轻微的智障 我们考虑到这个女子的情况特殊 我们就考虑为她买了一张火轿 在民警的陪同下 女子在长春火车站做了核酸监测 顺利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到站后尤其丈夫接站返回了家中 而对于民警的热心帮助 她也打来了电话表示感谢 首网都市文泽宇峰报道 近年来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各地法院不断尝试创新打破常规思维定式 以多元化的执行手段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 比如在司法拍卖平台上 拍卖被执行人的手机号码 车辆房产手表等物品成功变现 这就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一年一度的京东618就要到了 长浚市路原区人民法院 与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合作 集中拍了一批奸货 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为加速执行财产变现 及时兑现申请执行人胜诉权益 长浚市路原区人民法院联合京东拍卖 将集中上拍一批房产 车辆 手表等被执行人财产 标的起拍金额累计超2000万 本次618这些拍品 都是因为被执行人无法履行 生肖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所以说本院在对他们的名下的财产 进行了查封并扣牙 在查清楚全署跟这个房产的情况之后 然后给大家上拍了这14件拍品 在拍卖的十多样被执行人财产中 已累计围观2.5万人次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一套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 起拍价为396万余元 已经有4895人次进行了围观 174人设置了提醒 北京市的这套房产 它是在北京广区门外大街 然后临近地铁 在询价在基础上 然后降价了很多 但是大家在拍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限购政策 然后一定要看清楚网上的拍卖公告 即拍卖注意事项 本次拍卖活动不限制净买人数量 一人参与净拍 出价不低于保留价的拍卖成交 设置延时出价功能 在拍卖活动结束前 每最后5分钟 如果有净买人出价 自动延迟5分钟 价高者得 近些年法院在执行领域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 探索互联网司法拍卖新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打通财产处置变现的最后一公里 京东拍卖自2018年开始 为全国法院提供处置服务 并建立完整制度流程及系统进行服务管理 法院在车辆的处置过程中 我们可以为法院提供拖车 并且安排车辆的停放和保管地点 在这些地点 我们也都会去有专人的去管理去负责 这样也不会造成由于时间停放太长 而出现的贬值严重 或者内部发霉这一些状况 本次入园法院依托京东拍卖 不断提高拍卖成交率 努力提升执行效率 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和财产处置工作 降本成效 我们是以法院委托为主要的服务目标 避免车辆中业服务过程中 不规范的买卖操作 所有车辆处置流程 我们都会以视频的方式留证 我们具有京东全国操组服务 网络的优势 京东618周年庆当天上午10点 消费者可登陆京东APP或官网 进入京东拍卖 搜索长春市陆园区人民法院 选择意向拍品 阅读静买公告 静买须知等文件 实地看样交保证金报名 出价警牌 首网都市军阳星南报道 清血半位便宜国药清红血血好 心脑好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恢复开关 需要通过支付宝 首页搜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免费预约参观 它没有一个这么大的恐龙 我本来掌握了很多知识 恐龙啦 各种野生动物啦 还有各种花草啦 护蝶啦 文诊市场一刻钟 住院不用救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 常春医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随着我省文旅市场快速回暖 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成为游客出行的热点 那省内文旅企业借助盛夏田园 开启了22度的清爽吉林避暑休休闲模式 在常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道 马鞍山村的望山餐厅 负责人蔡鱼正带着员工制作玫瑰花酱 分茧捣碎加入白糖或蜂蜜 大家手上忙个不停 它的花瓣已经经过分茧 用来去做玫瑰酱了 那么剩下这个花瓣我们是晒干了之后 就变成这一片的这种效果 然后我们来到游客 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去喝玫瑰花茶 蔡鱼告诉记者 不久前省文化和旅游厅 印发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产 促进文旅市场役后复苏的若干政策措施 有针对性的提出了18条具体帮扶举措 也让文旅企业对文旅市场恢复的信心更足 蔡鱼和她的团队手头正忙的这个活 就是专门设计的一项乡村有体验项目 实地采摘寒地玫瑰花 亲手制作玫瑰花酱 来到这会儿之后 大家可以体验到玫瑰的一个采摘 我们都是有本村的这个阿姨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做 制作好的这个酱的话 大家每人也可以带走一罐 随着省内各地乡村特色文旅项目的加快推进 旅游市场正在加速升温 数据显示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 马鞍山田园综合体接待游客4600多人次 通话金厂沟30余家民宿 农家乐度假山庄户外烧烤点全部饱满 同家江旅游度假区17艘游艇游船全面运营 首日入园的游客达4.4万人次 尤其是进入肖下避暑期以后 我们的乡村游周边游会成为旅游市场 取权量最大的产品 我们要筹备召开第二届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大会 同期我们还要发布十大乡村旅游精品村 和2022年度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精品产品 为广大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来促进我们全省乡村旅游的同步发展 视网都市编辑报道 随着长春市疫情防控形势逐渐稳定 昨天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也恢复开馆了 目前游客可以采取预约的方式尽管参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那么记者从这里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这里于昨天已经正式开馆了 那其实来到这儿我刚才转了一圈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生态 因为这里虽然是一个室内的博物馆 不过依然有很多的树木 同时还有随处可见的恐龙化石 根据限流错峰预约的原则 需要通过支付宝首页搜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免费预约参观 预约观证需要持有效期内的核酸证明 凭健康码还有行程码正常入馆 我们开馆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九点到四点 三点半的时候就停止取票了 我姑娘掌握了很多知识 恐龙啦 各种野生动物啦 还有各种花草啦 蝴蝶啦 还要简解一下子 她不明白她 我会告诉她一下子 她没有一个这么大的恐龙 宝贝几岁呢 不到三岁 这个模型什么的做得比较逼真 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害怕吧 但是玩了一圈之后又回来又玩了一圈 她又感觉好了很多 带孩子来看 我也觉得长了很多知识 挺盛态的这里头 说网都市和欢公里报道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老年人呢是防疫的重点人群之一 那么养老机构如何做好防疫 我们来关注疾控机构的相关提示 养老机构应做好口罩洗手液 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 制定应急工作预案 落实单位主体责任 加强人员培训 建立健康监测制度 每日对老年人及员工健康状况 进行监测 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就医 注意加强对老年人情绪疏导 和心理干预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应做到应接进阶 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要对前来探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核验健康码并进行登记 体温正常者方可进入 加强办公区域和室内公共活动区域通风换气 如使用集中空调 开启前检查设备是否正常 新风口和排风口是否保持一定距离 对冷却塔进行清洗 保持新风口清洁 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 消毒或更换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今年来拖延症这个词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呢 会说自己有拖延症 还有的人认为呢拖延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那么真相如何呢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拖延症这个词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很多人也会自嘲 称自己有拖延症 可能就是想做什么都比较拖 执行力差吧 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吗 有啊 比如去个洗衣店送衣服啊 或者是取个东西啊 可能今天想去没去啥 明天又继续往后拖 就是想干什么事自己还想干 然后拖了以后还不想干 就是懒 假如说今天我想在屋里打扫一下卫生 然后躺床上玩手机 又觉得不想打扫 没想到扫吧 我觉得我没有 您觉得这个拖延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吗 不算心理疾病 我感觉应该就是习惯 可能是事比较多 或者现在那个肌力有时候比较差 不算心理疾病 那么拖延症是如何形成的呢 究竟是不是心理疾病呢 记者也联系了专家 拖延症它是一种心理学现象 它还不成为一个心理疾病 就是做什么事情拖拖拉拉 然后对于时间的控制是有一些问题 执行能力会很差 那内因主要是自我的性格特征 比如说追求完美 那还有一些容易焦虑的人格特点 希望这个事情如他所愿 达不到这种所愿的 就会产生内部的这种焦虑 反而造成了这种行动上的迟缓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 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这种倦怠 据了解目前拖延症在青少年 及中青年人群中比较常见 主要是学业工作以及生活的压力过大造成 拖延现象如果不及时改变或者治疗的话 也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 拖延现象如果持续的存在 一定对我们身心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 因为他这个事情要高标准 要求你自己就完成不了 所以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一些焦虑 抑郁的情况 伴随着这种长期这种焦虑 那这个患者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这种焦虑症 那还有的人会造成一些强确的现象 专家建议有拖延现象的人 可以从自身方面改变完美型人格特点 增加一些社会团体活动 另外 适当做一些正面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放空自己 从而减少拖延现象 首王都市党员 公磊报道 踏热糖 喝碱醇 俊乐堡 碱醇酸奶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酱辛美味 醇香牛肉 泡月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梅河新区提醒您 常春 多云转中雨 十六到二十五度 浩月牛肉 提醒您 白城 多云转小雨 十六到二十八度 华正冷鲜肉 提醒您 松云 艾毛台 美生活 提醒您 常白山小雨 九到二十二度 精管学院提醒您 常春 多云转中雨 十六到二十五度 新风自由响 美的家用中央空调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全面防护 安心就诊 泰康外博口浆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M8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清血八卫片 国药精控血血好 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的留言情况 江山留言说 现在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便利了 低碳环保 已经是我们的主流了 光盘行动 绿色出行 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 都可以降低碳排放 还有人说 我觉得正好趁着油价上涨 咱们就绿色出行吧 距离远的坐地铁 距离近的骑单车 这个呢 我觉得从效果上 确实是达到了低碳 但是大家还应该 在观念上 能够理解支持 并且践行绿色出行 距离台环保 那才能真正的答应